一个上岸的年轻人工作几年后,竟然辞去体制内的工作,去当北漂了。竟然,不只是个表转折的关联词,还是本篇文章主人公的名字,刘靖然。 再介绍一次,刘靖然,辽宁F世人,遵循着父母的期望,毕业后回老家过体制内两点一线的生活,月入过万,与一个在高中当老师的女孩结婚,如此生活,直到26岁这一年。 这一年是2021年,年轻人对工作和奋斗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变,铁饭碗没逃过真香定律,考工热度不降反增,国考报名人数突破150万。 也就是这一年,26岁的刘靖然离开体制内,化身逆向下海的一朵小浪花,试图赶上互联网这艘旧船的晚航班。 逆向上岸,听起来很酷,但不是儿戏。 刘靖然很理性,我一直在体制内,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是什么样。 他联系了一众在外务工的高中同学,问他们问题,听他们建议,还实地跑去沈阳、北京、深圳和广州,现场考察,面试了一圈岗位。 在拿到offer后,竟然才真的走到了最后那步。 作为一个北漂两年的伟蒙心,刘竟然仍处在一种名为自由的快乐里。 虽然他时不时能听到北漂老人们郁郁不得知的叹息,但还是觉得清醒的痛苦总好过麻木的将就。 他说,自己就像一匹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马终于笼门打开了,他只想满草原撒欢。 奔向草原后,刘竟然发现,人生的烦恼并不会消失,新的矛盾随之到来。 悠悠,高中老师,刘竟然的习发音同喜富儿,仍在老家的体制内。 悠悠羡慕刘竟然,但他暂时无法离开。 这对年轻的伴侣,就像一对互为投射的惊吓。 人们习惯于将烤进体制内,称为上岸。 实际上,我们都清楚,没有哪里是永远安全稳定的岸,也没有哪里会一直是波涛汹涌的海。 上岸或者下海,也大概率不会是所有人生问题的万能节。 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坐标和方向? 也许刘竟然的故事,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启发。 一,父母说,体制很重要。 无限城市,每年辽宁,GDP倒数第二总变,倒数第一不变,我们。 介绍起家乡F市来,刘竟然张口就来。 F市,位于辽宁西北部,与沈阳相邻,离北京也不远,坐高铁也就两个半小时。 这里是玛瑙之都,还曾是全国的煤电之城。 靠着资源和工业,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一份子,这里曾发展迅速。 但这些,都是过去了。 最开始是有矿,后来没矿没了,城市没有支撑了,人都走了,现在公交上全是老林卡,老林卡,爱心卡。 刘竟然回想了一下,说高中班里80个同学,如今留在老家的只有三四个,还都在体制内。 小城市工作不多,只要过段时间,接上底商饭店的名字和招牌就会换一遍,似乎昭示着在这里做生意,倒闭得比较快。 出租车起步价,永远都是五块钱,刘竟然熟视的一个司机月收入三千,他问他怎么不干点别的。 对方回,别的也没有啊。 刘竟然的媳妇悠悠补充,小城市没有什么企业,也没多少工作,父母那一辈,普遍很焦虑,越焦虑,他们越认为体制很重要。 没错,体制很重要,在F市这样的小城市,尤其重要。 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事业单位的,或者公务员,会被所有人高开一眼。 悠悠说,在这大家的思想观念完全统一,评价一个人,就是看他是不是在体制内。 婚恋市场是最现实的。 在这样的小城市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,体制内的,只找体制内的,绝不让体制外的捡了便宜。 刘竟然和悠悠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悠悠还在临世当老师。 要结婚,就得回F市,而回去,她就是个没有体制内身份的普通麻瓜。 她妈觉得,我儿子有正经单位,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块钱,怎么怎么厉害,特别挑剔我。 最终悠悠妥协,她调回了刘竞然老家。 就这样,两个体制内的年轻人,洗洁了连理,丈夫前途有保障,妻子是高中老师,这种组合在F市算是无敌了,简直家偶一双。 但有人还是不太满意,她妈觉得她儿子得市长女儿才配得上。 说到这,你可能已经注意到,尽管F市近几年发展不太行,但刘竞然在这里过得挺体面。 F市的房价均价三千多,而刘竞然的工资每个月可以买三个多平方,算是体制内的金饭满了,妥妥站在年轻人的鄙视链上端。 她的父母也为她骄傲,觉得我儿子太出血。 但刘竞然和她的媳妇悠悠都不这么觉得,相反,他们一直很痛苦。 二,年轻人渴望不一样。 刘竞然打电话给漂泊在外的高中同学时,很多人劝她别出来,太难了,没机会的。 言外之意是,你的工作那么香,可别想不开往坑里跳啊。 同学可能不知道,刘竞然想改变不是一时兴起,不是一天两天,是很多年。 大学毕业调回家乡,意味着稳定的,有固定节奏的生活。 她的工作平均每周末能休息一天,周一到周五有一半时候不能回家,要留在单位值班。 那个地方需要二十四小时有人在,我跟同事轮流值班,也不用干啥,就是不能走出那个屋,有电话随时接。 刘竞然说的那个屋是值班室,一个狭小的房间,里面有一个视频监控,一台电话,和一张床。 至于每周一天的休息日,刘竞然通常是跟爸妈待着,或者被姥姥喊去吃她做的饭,他们在客厅看战争片和谍战片,我就自己各屋里待着,不知道干啥。 如果仅仅是这样,生活也只是简单,顶多无趣,还谈不上痛苦。 痛苦不来自物质,来自于那种被强烈的规训感。 刘竞然的体制内生活,跟大部分体制内类似,办公室流行的是排司论备,其他三位同事,都是他爸爸的同龄人,只有他来当儿子,什么麻烦他先生, 包括不限于修电脑,擦玻璃,扫厕所,以及饭前在食堂拍苍蝇。 干什么都要经过别人的允许,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涨,控感极低。 刘竞然记得,有时候自己干活,领导还会专门派人在旁边监督他,看他有没有好好干,而领导最常跟他说的话,是你要听话。 同时之外,刘竞然在老家没有朋友。 他高中班里80个同学,关系好的早就已在天南海北。 而留下来的年轻人,似乎只关心一个问题,如何进体制内。 家庭也不是避风港。 悠悠说,刘竞然从小就是个乖宝宝,他妈说的话,他不敢不听,即使不认同,也会照做。 日子由小事组成,小事则处处暗藏摩擦。 悠悠,刘竞然的媳妇,是这种矛盾的爆发点。 都住在同一个城市,小夫妻常常回刘竞然家吃饭,上他家吃饭,必须我刷碗,而刘竞然不用刷。 悠悠说,每次自己在厨房刷碗,听到他们一家三口聊天,就很不爽。 悠悠也是家里的宝贝女儿,自然对这种不公会发起反击,而刘竞然不敢帮着悠悠说话,因为他妈希望我刷碗。 他不让我提他妈,一提他就PTSD,一提我俩就干架,东北人的干架之吵架。 悠悠说,来北京之前,刘竞然所有的事情,父母都要参与决策,从读军校,回老家,娶媳妇,到谁刷碗,点外卖,总而言之,他不能做自己。 乖宝宝,其实早就长大了。 读不喜欢的大学和专业那会儿,刘竞然给父母打电话,常常会在电话里哭,说坚持不下去了。 就伤疤上贴心刀口,刘竞然忍耐到头了,最窒息的时候,刘竞然想到过死,在医院测出了中度抑郁症。 我妈自己也很拧巴,她知道我抑郁,很心疼我,会去我们单位吃饭的时候,跟这帮领导说,希望你们对孩子好点。 但另一个方面,她担心我,怕我离开后,生活质量会下降,担心我养活不了自己。 三,赎身。 第一个希望,出现在一个卖窗户的大哥身上。 当时,刘竞然和悠悠装修新房,买的断桥旅窗户挺划算,还结识了新伙伴,卖床打搁。 这个人初中学历,办事挺社会的,我觉得,跟着他做生意能,给我带来希望,我想挣钱赎身。 刘竞然说,那大哥也乐意,毕竟这对小夫妻是大学生,有文化,有单纯。 加盟后,刘竞然因为工作脱不开身,反而悠悠参与的更多,他给我电话单,我就干电话客服,顺着单子打电话,加微信,卖窗户。 窗户确实能卖出去,大哥给的利润点适时,他们能看到赚钱的机会。 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,窗户货源混乱,质量不行,经常有售后问题。 不止如此,大哥爱忽悠,管理差,他们提出建议,大哥说改,但从来不改。 最后钱没挣着,刘竞然借给大哥的钱,却没要回来,双方最终不欢而散。 我是有问题的,对体制外太不了解,不知社会有多复杂。 刘竞然说,但这并没有阻止刘竞然想离开体制内的心。 他大学时因为兴趣,拍过微电影,后来做宣传工作时,也接触过短视频。 刘竞然想知道,这能不能让他找到一份工作。 他联系了一圈高中同学,问他们的建议。 收入没他高的,劝他别出来了,生活很难,过得比他好的,劝他,你早就该出来了。 还有同学想要帮他内推进大厂,无一例外,君足。 趁着休婚假拍婚纱照,刘竞然打算实地探访,考察哪个城市更适合自己。 他发现,沈阳的短视频行业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,主要是坑河片,正经一点的就是直播带货,工资也不高,是一线城市的腰斩价。 深圳贼猛,全市创业公司,一栋嘎拉小楼,都能一层全市直播间。 面试官经常穿西装,打领带贼帅,坐在对面给你侦查。 有个工作,刘竞然去待了半天,发现全公司六个人,不知道干啥就让刷TikTok,他赶快跑了。 走一圈,还是北京最满意,至少像个单位。 我拿不出作品,简历我就写,大学做过微电影,从事过文化宣传工作,做过纪录片。 最后,刘竞然真的拿到了一个北京的offer,那是一家即将冲上市的创业公司A,她的岗位是视频后期。 拿到offer后,刘竞然心里稳了。 在媳妇悠悠的鼓励下,刘竞然跟父母来了一次敞开心扉的沟通,想要得到父母的尊重。 谈到最后,刘竞然的妈妈哭了,因为我妈跟我姥爷就是这样的关系。 而爸爸终于承认当初给儿子安排的道路不完全正确,但他们还是不能接受刘竞然离开体制内的决定。 我爸说,你看着那鸟了吗?一到冬天,十个饿死九个,我怕你是那九个之一。 刘竞然说,爸爸是从农村考出来的,当了一辈子体育老师,他天然觉得外面的世界很险恶,想赚钱可难可累了。 到最后,刘竞然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,但他已经没那么在乎了。 四,重生。来北京后,刘竞然没有忙着找房子,他在轻旅住了一个半月。 原因是,我得考察下这家公司,看让我干的是不是正经事。 冲击也有。每次中午跟同事吃饭,他都会发现北漂的年轻人都老厉害了。 虽然在这家创业公司,本科毕业的他,卫裂学历练上端,但同事们一个个年纪轻轻,居然经历丰富,还有很多人超会赚钱。 而他,虽然二十六七岁了,却懵懂得像是个刚毕业的应届生。 这份工作做到后期,换了领导,新的OKR愈发离谱,要他们几个月里从零冲刺百万粉丝。 绩效奖金也被砍了,每个月到手只有五千,给我整蒙了,一算吃饭带房租,一个月干完是赔的。 那时候,团队的小伙伴基本全走了,刘竟然不走,他要接着干。 出来之前,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,我对工作的态度是,利用这个平台让我下一步走得更好,累积经验和技能,只要符合这个,哪怕钱少一点,也值得干。 不得不说,创业公司虽然累,却让刘竟然成长迅速。 我的机会极多,自己随便是,我也赶整。 刘竟然自己负责账号,又写又剪又配音。 不是他的活也积极参与,别人直播他去帮忙白杆,别的同事拍视频,他去人家账号出镜当演员。 有个女同事那会儿拦着我,说你干好本职工作就好,我说我不低。 干满一年后,刘竟然发现自己到了要离开的时候。 一方面,新领导专业不强,却很强势,自由度没了,还要展开731末位淘汰,这种氛围,刘竟然待不下去了。 另一方面,他觉得经验积累够了,该投简历试试了。 凭着第一份工作的好数据,新工作找得很顺利,一头就中。 就这样,他去了头部互联网科技媒体平台K公司。 K公司与A这样的创业公司不一样,K司正规,在行业内声量和体量兼具。 用刘竟然的话来说,A司还在野蛮发展,试错的路上,而K司业务早已跑通,流程既规范,也繁杂。 去了K司后,刘竟然无法向以前什么都尝试,只需要做流水线的一环,他不再配音,甚至一开始脚本也不用写,只需要给视频做后期。 如此干到一年,正在他干到疲惫时,恰逢组织调整,他调到了以写为主的部门,可以连写待减。 做一个选题,要看不少书和论文,调研能力有了提升。 工作的激情又回升了。 但记录K司,让刘竟然最感叹的是,他头一次在职场,感到被尊重。 让刘竟然印象深刻的是,有次他给主编交稿时,随口说了句,要是效果不好我背锅,结果主编很诧异,回答,为什么让你来背锅? 怎么会让你背锅? 这种来自媒体行业平等沟通的思维方式,给了刘竟然迎面一击,还能这样事儿吗? 难道不需要我背锅吗? 当时我整个没反应过来。 他的社交圈也有了拓展,特别是开始有了同龄人社交。 他周末有时会去同事家吃饭,坐在一起打游戏,分享各自最近在看什么书,在思考什么人生问题,为什么而迷茫。 一线城市打工人早已司空见惯的事和对话,却总能触及到刘竟然敏感的心。 K司养的猫,工作累了,刘竟然会啰啰猫。 虽然同事太优秀,会让刘竟然忍不住焦虑。 但离开了那个稳定的案,下了海,他发现自己终于被人接纳,并由此感到安全。 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很重要,我有时候想法挺离谱,但他们至少不会排斥,甚至比我还离谱。 他还开始作字媒体,虽然是个半年更博主,但也在B站积累起七千多个粉丝。 作字媒体又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社交,让他见识到了人类的多样性。 他的后台常常会收到老乡或者同在体制内挣扎的人发来的私信。 有些人嫁了好友,还会偶尔聊天。 如果一直待在老家,我不可能会作字媒体。 出来两年多,刘竟然说就是后悔没早出来。 五,悠悠们怎么办? 刘竟然的故事还没结束。 在他获得解放后,他的媳妇悠悠仍在老家内耗着。 当初刘竟然去各地面试时,悠悠也去世了。 凭着那份卖窗户的经历,悠悠还真面上了一份大厂销售的工作,待遇不错。 但那时候,她没有辞职的想法,只是被忽悠着瞎试试。 但回到F时候,悠悠的心其实也动荡了。 回东北当老师,本就不是悠悠计划的人生。 她大学在福建上,领略南国风光后,当时就暗下决心要留在南方。 结果临毕业,妈妈得了癌症,作为独生女,她只能回东北陪伴, 顺势当了老师。 后来,为了跟刘竟然结婚,悠悠又费力费心从临世调回F时。 如果走,那当时调回来花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? 沉默成本太高,是悠悠不能潇洒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更重要的原因是,悠悠没有想好,离开体制内,离开F时,她能做什么。 有时候,悠悠会回想起初中,那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杀猪卖肉,晚上才能回家,她会在日记里写,我不想过这种生活。 但实际上,她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过哪种生活。 生活的海浪总在冲击她,但却不能给她答案。 因为看病和暑假,悠悠这次在北京多住了一段时间。 她跟着刘竟然去同事家玩,见新朋友,心态也在一点点变化。 她的同事一个月都能赚两万块钱,她还赚不到。 我,一个月三千块钱,从小城市出来,我要一直调整自己,怎么以一个平等的心态,跟人相处。 刘竟然暂时还帮不到悠悠,但他们常常交流所思所想, 两人在F时那种焦虑的状态,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。 离开父母,独立生活,更让两人的心紧紧相依。 但刘竟然也发现,在北京,靠自己买房立足,没那么容易。 她希望能在这里积累足够的能力,将来能以自媒体为生,做个不限时空的自由职业者。 到那时,她会选个生活舒适的二线城市,跟悠悠一起定居。 刘竟然的故事就此搞一段落了。 最后,刘竟然知道,有很多小伙伴同她之前一样,想要离开体制内,创造一片新天地。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立项上爱人,她有几点真诚建议,供大家参考。 体制内的人,通常对体制外一无所知。 最具体的建议是,在离开之前,不仅要投简历,最好亲自去大城市面试。 如果能得到正反馈,那会缓解焦虑。 如果得不到,会知道自己还缺啥。 经济独立,最好在离开时,有一笔积蓄。 毕竟大部分家长对此是不支持的,如果还需要靠父母,那肯定走得腰杆不直。 最好有个市场化的技能。 体制外找工作,看重的跟体制内不一样,还是要有相关经验。 如果没有,可以提前做点准备。 多问朋友同学,我当时出来前都不懂什么是五险一金,不懂工资,还分税前税后,更不会写简历,在体制内没太操心这些,一定要多打听。 做好心理准备,离岸下海迎接你的,不一定是自由。 体制内工作有极优势,大部分是朝九晚五还稳定,打工大部分还是挺辛苦的,而且有不确定性。 别从一个围城到了另一个围城,要想想自己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。